今天天气不错 晴空万里 空气凉凉的 我们全家带着Sophie来到尔湾区域公园 一天的快乐时光正在等着她呢 公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闲庭信部的孔雀先生 到处可以听见孩子的欢笑 小宝贝快来一起玩吧 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乡村歌曲 但凡有音乐的地方 就肯定有Sophie的舞姿 传统的套军下来我肯定是少不了 Sophie来走一个 哎呀 这个手机太小了 哎呦 这个用力过猛 不过不管输赢 都会拿到这样一个巨型的麦克风作为奖励 甜点是少不了了 这是Sophie第一次吃棉花糖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被爸爸抢去了一大口 妈妈拿麦克风惩罚大 哎 这是哪儿买的小花猫 面部彩绘是每次游公园必不可少的项目 最近Sophie特别迷恋小花猫 所以就给她画成了一个漂亮的粉红的小猫咪吧 真的是千金年幻的笑容 跟小伙伴们约会就更开心了 和闺蜜勿郁着夕阳聊聊天 看看风景 甜甜这甜甜的冰茶子 一起追追这可怜的寂寞的孔雀先生 这一天真的是太完美了